煮面条最急水开下锅 面馆师傅教我的煮面条诀窍 两步煮出非常的爽滑又劲道 今天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锅底加适量的清水开始煮 大家看清楚 煮到锅底有小气泡 水不开的时候下入面条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才劲道爽滑 用筷子搅一搅防止面条粘连 煮开之后往里面加一点冷水 接着再次煮开 再次煮开之后再加一次冷水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劲道爽滑不浓汤 俗话说三开饺子两开面 面条这样煮开了两次 就非常的劲道爽滑又好吃 每天都在费勤忘食 偶心力学的焦灶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面条煮熟之后捞出 再挂下凉白开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控水后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葱香又仁 酱香浓郁 做葱油拌面真的非常的好吃 就这么给他一拌 再撒上八十把里白芝麻 放上一点葱花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真的太香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